怎样才能避免过多的和旁人比较 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与心情 我的回答是 不争、不比、不求 生活中 很多人在挑剔自己 羡慕别人 总是在追逐比人 把生活变成了竞赛场 让工作和家庭都成了筹码 在不停比较中 渐渐迷失了自己 劳累了身体 殊不知 最让自己烦恼和忧虑的 从来不是别人的辉煌与成功 而是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二、有句话说得好 人生之泪 泪在心 心之泪 一半源于生存 一半来自攀比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 都有道不尽的难处 如果只是一味的比较 极度就会宰割你的幸福 倘若这以事业的成败 收入的多寡 来定义自己的生活质量 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快乐 山有山的高度 水有水的深度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生活 你的酸甜苦辣 别人也永远尝不到 不必攀比 不必抱怨 不必计较 这只会给你徒增烦恼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幸福才有所依附 不嫌弃 不抱怨 活在一份宽容里 不比较 不虚荣 活在一份淡然里 不自愿 不自卑 活在一份甜静里 不幻想 不虚构 活在一份真实里 三 以简单的心 走自己的路 看自己的风景 过自己的生活 不羡慕别人的辉煌 不嫉妒别人的光鲜 要知道 在你羡慕别人的同时 别人也在羡慕你 平凡不要紧 只要平安就好 平淡不要紧 只要心安就好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去发掘其美好的一面 享受其中的乐趣 就会心生万千欢喜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抢求 珍惜拥有的 忽略没有的 懂得知足 容易满足 不争不强 就是快乐 余生 不和别人比 好好活自己 幸福在你的心里 而不在别人眼里 你是这世上 独一无二 无可替代的 生命的旅途 一城有一城的风景 一城有一城的城放 总有一份幸福 属于自己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